我一陣子錄影的時候 白天錄一集 然後傍晚休息 都會阿嬤家吃飯 可是吃完晚飯呢 心跳都很快 一量都一百一十幾 心臟心跳跳到這邊都痛 就心臟是不是有問題 對 不行 要去台大檢查 對 他說懷疑我糖尿病 就喝那什麼很甜的那個 對 測糖 也都沒有 照心臟說 你這個是 所以你心臟會跳得不舒服 他就給我那個紫色的藥 吃了吃有當下 心跳變慢 可是發現 有一次照心臟說 你沒有二間半磨脫水的問題 白吃啊 到底怎麼了 那是什麼原因呢 我一直怕心臟會有問題 後來是 所以引發你心臟跳得很快 就是他剛剛講的 對啊 所以像我之前也是這樣 台灣人很多原因都是因為 想說反正只要肚子痛 先吞兩顆胃藥應該就沒事了 像就是去年這個時候 因為去年這個時候 因為都是大魚大肉 每天都是年菜 就吃完以後就開始 就覺得 這大家想說剛吃完 然後又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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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不良嘛 就習慣就吞兩顆胃藥 就跟醫生講一樣 這個好像沒好 這是沒有效啊 那想說那不然就去大醫院 看一下胃科 然後拿那種比較專業 就吞了更大罐以後 一開始好了一點 然後可是隔幾天出後出山 不是又開始吃嗎 然後又繼續 然後再次喝那個 就已經沒效了 你知道嗎 那不然去做個超音波 一照後才知道說 原來跟胃一點關係都沒有 雖然是這邊痛 他是說 因為你吃太油膩 膽結石發作 我想說原來那個發作的情況 跟那個一樣 第一個會痛 就是在這一區塊嘛 就是在腹部 然後第二個都是在吃完的 油膩大腸痛 所以你一開始想的 一定是以為是 胃不舒服啦 胃潰瘍 或胃遲到膩 或胃消化不好什麼樣 還好啦 那個不是很大 所以他就建議我說 先用那個超音波打了以後呢 然後吃一些化石頭的藥 化石頭的藥 然後慢慢來 因為那個不用大 因為如果他說 如果真的夠大 或是堵塞的話 可能就要把那個胃脹 切除了 對 所以我說還好 所以最近後面去定期追蹤 聽說 他說還好你最近 因為飲食有控制下來 所以看到雖然有一點 他現在說 以前不是叫膽結石嗎 現在你那個是 就是耍啊 耍這樣 擠... 那個都會有 他是說不用擔心 但是就是要吃的地方 記得要忌口就好 大家剛才講的一些 上腹痛 包括膽結石 包括胃食刀牛 跟急性心肌梗塞 其實他都會上腹痛 那這個都是在看的時候 要做分辨 那另外就是我們常看 上腹痛以外的胃炎 胃潰瘍跟胃癌 其實很難分辨 所以症狀很難分辨以後 甚至我們做到 做胃鏡以後 看的內視鏡都很難分辨 需要特殊的 看內視鏡還很難分辨 對 很分辨 這樣聽起來 那我們就分享一個Kate 就是一個 30歲的一個妙齡女子 進來他說痛了 30歲還用妙齡女子 相對... 他就是妙齡女子 對啊 這邊都是 對啊 其實... 你計畫有嗎 所有女生都很適合 實際上30歲 可是看起來像20歲 20歲 那他就是痛了兩個禮拜 不知道內科現在比我們婦產科還虛 痛了兩個禮拜以後很痛 我看他很痛 就開個胃藥給他吃 安排個胃鏡 胃鏡的確看起來有一個溃瘍 像我們第二個圖 這個有一個溃瘍 那後來化驗出來是良性的溃瘍 那我們就開藥給他吃 那經過三個月的吃以後 他其實症狀都好了 他就不來了 那我們還是想說 麻煩他再做一次 因為他說我不要做 因為做胃鏡很不舒服 那我就說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用麻醉的 無痛的 很無痛的 他還是來做了 那做了以後 我們還看到那個 沒有好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就把他再做特殊染色 做切片以後 他發的的確是一個 而且是很嚴重胃癌 其實婦產科也知道 就是這個胃癌 而且他已經 三十幾歲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 耗發在這個年輕的女性裡面 那後來總要做切片以後 然後確定式以後 我們就把他轉到 腫瘤Q去做化療 我是部落客 然後我記得有一年過年的時候 因為像剛剛大家講的 過年 通常都會大魚大肉 然後那一次就是 吃到真的很不舒服 但是因為同時驚奇來 然後我也有自己身體比較虛 所以驚奇來很嚴重的時候 都會 然後那一次想說 平常驚奇就撐過去就好 可是到凌晨 我真的還是很痛苦 然後我爸就趕快帶我去掛急症 然後才發現說 其實已經腸胃炎了 不是說一般的驚奇 這麼簡單而已 這神經科 這個時候最熱門的題目就是說 醫生 我是不是中風了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我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醫生 我臉歪掉 我是不是中風了 對 對 顏面神經麻痺 我舉個例子 前一陣子我看一個 五十幾歲的先生 然後覺得那個嘴角麻麻的 他跟我講 他手也是覺得麻麻的 可是力量都OK的 怎麼去走路 工作都OK 就是覺得麻麻 手指 手指麻麻 嘴角麻麻 臉外 他說去診所看了三天 診所醫師說 這顏面神經麻痺 周邊性 他就吃了藥 可是他沒 他覺得怪怪的 加上有點頭暈不舒服 他跑來門診 血液量高了一些些 一百五十幾這樣子 然後聽完他的症狀 今天我只是教他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 眼睛用力閉 閉得很好 眼睛往上看 做個眉 都OK 然後請他笑一下 法令文稍微淺了一點點 可是吹口上那些都還OK的 然後再摸一下他的感覺 確實他的感覺 真的一小塊的感覺 跟手上一小塊的感覺 怪怪的 我就告訴他 先生 你這個應該是 對 並不是外面講的 顏面神經麻痺 確實他真的是一個 很小很小的中風 就是剛好在我們四丘裡面 一個小小的位置 可是這個工作做出來 真的是小小 加上他後來被我查出一點高血壓 加上他有抽炎 可是這種 這就不是我們常講 一般的那個 很典型的那個中風說 一定要手沒力 一定要講話要大舌頭 臉要歪得很嚴重那種 他真的一點點感覺 很多時候這種症狀過了 你會覺得就沒事了 我不認為我自己曾經中風過 什麼時候會有症狀呢 就是當他哪一天 真的一手一腳沒力 真的很嚴重的時候 他來到門診或者急診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看到病人 他掉了一段診 或者片子上面 都發現有舊的中風 當然有七八成以前 他有很多的小中風 他自己完全不知道有這種症狀 如果我們可以早一點 發現他有危險因子 或者是輕微的中風現象 好好的治療 也許後面的無力等等那些 比較嚴重的中風症狀 其實就可以把它預防 我相信你要發現 輕微小中風應該很少吧 對啊 小中風應該很多事嘛 而且局部一下就過了 就好了 其實還是一樣就是 到你那個一個年紀之後 50歲以上 如果你沒有做過健康檢查 還是要做一下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可以檢查出 你曾經中過小風嗎 如果你有做核磁共振 腦部的 大部分都可以 他如果察覺他有曾經小中風 可是他現在好好 你要做什麼治療 我還是一樣會開一些 抗血小板藥物 把他的危險因子找出來 好好的控制 我爸就是這樣 他就是回來台灣 一年回來一次就做那種很貴的健檢 然後裡面有Cat 斷層跟那個MRI 就看到有一點小中風 他就開始服那個 阿斯皮尼 阿斯皮尼 預防性的 那這樣吃多久啊 其實最好是一輩子 因為你不吃就可能隨時 因為他是來得快嘛 對 而且常講一句他說 吃了藥是不是保證你不會中風 沒有 不可能的事情 目前沒有藥 可以說吃了保證不中風 對 只是降低的機率 像我這次生弟弟的時候 因為我就是在卸貨的前一兩天 就剛好就感冒了 所以生完小寶寶之後 他就馬上就跟我隔離 因為可能怕垂直感染還什麼 那我就想說好OK 這樣應該就安全 結果我生完的大概五天吧 因為在醫院的時候 他們都會來量血壓量體溫什麼的 然後護理師就說 然後就說我有不舒服嗎 我說也還好 他說那可能是密乳的時候 可能體溫會有點高 我想那也有可能 然後我就沒有去多想 第五天之後 就剛好去樓上月子中心了 然後月子中心那時候 可能買幾天就有送什麼 按摩的SPA 我就去按摩 然後按完摩 光那個 對 就是會有孕婦 產婦SPA什麼 我就去按摩 按完之後我那天就覺得 我全身好痠痛喔 就有一點像以往發燒的那種 感覺 可是我就想說 也有可能是因為按摩完 有的時候就是會比較 比較累一點 然後我又看到 我腳怎麼有一點疹子 然後也有一點癢癢的 可是我就想說 那可能是對精油過敏 或者是 因為我每次 也不是每一次也不過兩次而已 就是生完小孩之後 我都會因為荷爾蒙的關係 就會失溫 所以我都會洗很燙的熱水澡 我就想說 那也許是我洗太熱了 所以就是有一點過敏還是 然後就起疹子 我也不以為意 然後再隔一天呢 我又開始有點 拉肚子的狀況 然後我又自己想說 那應該是我前一天偷跑 去吃那個麻辣 滿多理由的 滿多理由的 滿都沒關係啦 對 都沒關係 那兩三天量都是三十七點多 也沒有真的到很燒 所以就是想說 可能就是因為在就是蜜乳 剛蜜乳會有這樣狀況 結果到了 就是這樣過了四天之後 突然有一天早上 我就接到硬核室的護理師打來說 弟弟發燒了 他那時候才十天大吧 然後他發燒是三十八點多 然後他就說小腰科就是有在看 然後他的發燒的體溫 就是有 越來越高 就是三十八點六 三十八點八什麼 我就超緊張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 他都跟我隔離了 我還有什麼 就是他還能怎麼樣 會生什麼病 那因為好像新生兒發燒的SOP 就是一定要去大醫院 然後因為新生兒什麼檢查都要做 然後他在住院的這當中 他住了十天吧 然後就是 因為他們好像要放出來 放出來 就是要讓他回家一定要 就是退燒之後 維持二 四小時才能回家 但他偏偏就是白天可能都穩定 但到晚上就會再燒起來 對 然後結果到最後最後呢 才驗出來 他這麼小 對 那因為他也起疹子了 然後我才想說 那不就是我嗎 妳傳給他 對 我傳給他 可是我怎麼會有 我都在就是月子中心坐牢了 你為什麼不會賴醫院 沒有 但是我後來就有回想 是因為我有大寶 然後大寶來看我 雖然那邊很嚴格 大寶離開他們 我都不能進房間 要半個小時他們要消毒 然後我才問我媽媽 因為是我媽媽照顧姐姐的 但他們沒有發現他發燒 因為可能他活動力 可是就說有 他前幾天有說癢癢的 有疹子 然後所以就一定就是他來 然後已經傳染給我 所以 妳再傳染給他 對 然後我在想 那我到底是怎麼給弟弟 那因為我用吸奶器很痛 所以我那幾天 我都用徒手擠奶 所以可能就比較 沒有 就還是沒有注意到 後來看好了 就還好 腸病毒有非常多的種類 它的 我們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沒有 就是除了發燒之外 沒有其他的症狀 就回家了 那一般這樣的診所 不怕群聚感染 其實會 其實 對啊 我先講 其實從他的故事就知道 其實感染妳很難預防 因為還有潛伏期 真的 所以現在月子中心被這種事情 越怕越多 很多都是不讓大寶 對 大寶好危險 對 因為你中間 潛伏期來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 所以現在當然月子中心 管理也越來越嚴格 只要小朋友一點點狀況 甚至目前的國家規範 只要有兩個小朋友 有任何感冒類似症狀 打噴嚏 流鼻涕等等之類的 就一定要通報 通報以後他會被隔離 也好 可是隔離時間夠嗎 其實我們大概就基本動作 三到五天隔離 可是有的媽媽還是會去接觸 所以我只能說 大家在這個部分 做好適當的清潔跟隔離 那如果小朋友有任何感染風險 其實少去探病 我們現在一直在鼓勵就是 不要有探病文化 對 我們也不是探病 就是看月子嘛 跟大家去 月子也不會那個 不是大寶 有老寶 媽寶 你看那個總統 不給他看會生氣 真的滿危險的 我們沒有隔著玻璃在看 對啊 可是忘了還母體接觸 對 就覺得好險他已經 因為我感冒隔離 不然傳染給其他寶寶 我也會超自動 對 你算是名理的 很多這種人就賴給醫院了 真的還要清楚 他老公是醫生 他不敢 他是受醫 他也知道這個道理 對啊 這真的沒辦法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 現在還有好棒 還有好朋友 有什麼好朋友 有ہ,有什麼好朋友 好朋友